1月8号晚上 由不少民众前往县政府大礼堂排队 希望可以顺利在9号买到返乡专车车票 按照网例 县政府民政处很贴心 也备有热饮以及点心 虽然民政处表示不用这么早来排队 但是还是有民众在当天下午2点就到现场 县长黄建田以及县长夫人陈林燕 也到现场关心排队等候的民众 更贴心送上面包 不管怎么样 今年的春节这个输赢的问题 我们要一起共同来面对 所以台东县政府才会在 本来去年说不办了 不再办了 那今年再加办一次这个返乡专车 我们看到民众这么早就来排明天早上才要卖的 真的也觉得很不舍 很抱歉让他们要这么辛苦的在这里等候 不过至少他们这样做都能够确保 这个他们的子弟或者是亲友能够买得到票 许多民众表示很感谢县政府有这样的服务 让他们至少可以有机会买到火车票 更希望未来普悠马号到台东可以减少买不到票的困扰 网路购票如果三天就是十一十二十三 在台北没有来取票 那我们就会将这个票释出 那也请没有买到票的乡亲 能够随时注意我们的返乡专车的网站 随时都有票来释出 那方便你来购票 有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很感激很感恩 他的政策这个很好 许多排队的民众大部分都是长辈 要帮在外地工作的学子或者是游子买到票 好让大家可以安心返乡过年 东台宣布吕玉清在台东新政府的裁判报道